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猫妮 我们家里面厨房的这个水池直接连通以下水道 那么这个水管特别容易堵住 一旦发生堵塞呢,非常的麻烦 并且呢,上面总是反向了一股冲锋的味道 那么今天啊,猫妮给大家介绍一个小瞄招 只需要用一个送料袋就可以轻松的解决 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我打开这个柜子给大家看一下下方管子的构造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管子是胶质的 一旦有大的物体,掉进去就非常容易发生堵塞 并且呢,下方是连接下水道的 经常会反出来一股冲锋的味道 方法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需要准备一个塑料袋 或者是这种轻薄的保鲜袋就可以了 然后呢,将有封口的这个位置 给它剪断 这样呢,就形成一个通通的了 将剪好的这个保鲜袋 栽进这个管道口里面 然后在外面呢,露出一大半 伸个手指进去 让中间疏通 接下来再将它擦上去就可以了 现在我将水龙头打开 大家看,这个水流呢,是正常流通下去的 这样就能有效的防止厨房下水道 反胃以及堵塞的情况了 原理非常的简单 在这个水管里面塞入一个轻薄的塑料口袋 当有水流流通的时候 是不会影响水流流通的 同时呢,我们将这个水管关掉以后 由于这个塑料口袋上面沾满了水汁 它会自动的收缩在一起 形成一个封闭的闭口 这样呢,下水道的这个臭味呢 是无法反上来的 同时,我们平时在厨房里面洗菜 有较大的硬物掉下来的时候 也会卡在这个塑料口袋上面 所以呢,这样做可以一举三得 好了,今天的这个小妙招呢 就介绍到这里 大家觉得是不是非常的实用呢 只需要用一个塑料口袋 厨房的下水道管一道 一辈子不毒也不臭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妙招不错 欢迎转发并分享 帮助身边更多的人哦 谢谢大家